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今集我們再來更新一下疫情的相關消息。 澳門又多一名勞工列了他做確診病患的刺脈接觸者,我們現在就一齊看看這篇新聞說些什麼。 根據澳門日報的消息,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就公佈,又有一名本澳外地僱員就因曾經接觸廣東省廣州市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的密切接觸者,需要接受醫學觀察,即是隔離。 根據粵澳聯防聯控機制,廣東省衛生健康委員會就在6月16日下午通報了衛生局。 根據廣東當局的追蹤,一名本澳外地僱員就在6月4日曾經在內地廣州,就同一名新冠肺炎確診病患的密切接觸者,曾經在同一間電訊公司中逗留,所以就列了他做次密切接觸者。 而澳門衛生局收到通報後,就立即進行調查。 根據調查,這名本澳外地僱員就一名33歲男性,就於6月3日自己開車回廣州市南沙區。 6月4日就在南沙區某一間電訊公司,就同廣州一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病例的密切接觸者,有共同軌跡。 去到5日就經過珠海回澳門,這名人士就在澳門一間原林公司工作,工作地點主要在戶外及山上。 除了同事之外,就不會接觸到其他人,衛生局也在6月16日夜晚安排一名人士在山頂醫院接受核酸檢測及血清抗體檢測,結果仍是陰性,之後送了他去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去接受14日隔離。 而作為防範性措施,衛生當局就已經安排這名人士跟他有較多接觸的同事及宿舍同住者接受核酸檢測,現在的結果仍是陰性。 衛生局強調,這名人士只被內地列了他做密切接觸者的密切接觸者,現在的核酸檢測都仍是陰性,所以他的感染風險不高。 上邊說的一名次密切接觸者現在做了測試都仍是陰性,但現在的風險都很高,因為我們就不知幾時真的會有人查不出。 如果是出現這種狀況的話,相信到時都很快就會搞到澳門好大鑊。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個病毒現在的病毒量是多了的,和傳播力都是強了的,雖然現在大陸很多原本封的區都慢慢開回,但也還有其他確診是出現的,所以澳門這邊還是不可以掉以輕心的。 今集我們就看到了這道,大家有什麼想說就在下面留言先吧。 我們下集再見吧,拜拜!